出门怕感染病毒 美国大部分人口都在家躲着 但乱象还是难免 像我们公司是其中一间 就会直接自称自己是 Essential Business 所以还是会强迫大家 一定要去公司上班 相当的不恰当 旅居德州的台湾人观察美国现状 华裔身份此时特别敏感 戴口罩出去餐厅 或是卖场 可能就会遭受他们异样的眼光 有时候还会讲一些奇怪的话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第二大疫区加州 民生用品原则上没缺货 但最热门物资依旧买不到 当然啦 像卫生纸 或者是干洗手 口罩 手套这一种 那货架上当然还是空的 除了工作 购物上的不便 人与人相处模式 也和过去完全不同 像餐厅现在都不能内用 只能外带 相当不方便 大家都不敢聚会了 大家都只能窝在家里 要聚会 聊天是什么的 都是线上进行的 同样是北美 加拿大管制虽然没有美国言 但改变也是天翻地覆 台语孩子同言同语说出心声 如果世界没有听到台湾人 那些人都不會把疫情解除 我的天啊 你應該要負責 WHO的Oliver嗎 你應該要負責更多嗎 你不覺得是神奇嗎 無論學校公園到處停課封鎖 鐵路仍然繼續營運 但月台上幾乎看不到半個乘客 唯一優點就是自己開車上高速公路 尖峰時間仍舊暢行無阻 整個城市因為疫情 彷彿直接按下暫停鍵 歡迎宣傳綜合報導 歡迎宣傳維